類似這個邏輯衍生再衍生 多個邏輯怎麼變VBA 顏色等等 最後我們會需要 因為像這種邏輯 每次都要做一次 非常麻煩對不對 你怎麼每次雖然還是做得出來 可是如果你要簡化的話 除了可以按下這個按鈕之外 當然你也可以用什麼之前講過的 插入一個自定函數 它可以怎麼樣呢 使用者定義裡面有個 當然這個比較簡單 多重的話 然後你要一個成績 在這裡 自動幫我判斷出來 向下填滿 就搞定了對不對 如果說你有很複雜的判斷 當然你可以用函數慢慢判斷 可是問題還是很花時間 而且有時候還蠻容易做錯的 所以如果已經有做好了一個自定函數 那這個問題就變簡單了 反正一拉全部就OK了 那這裡該怎麼做 其實 當然前面講過了 這個Sub跟Function 最大的差異點 應該還有印象吧 一個是去上面抓哪個Sale 去輸出到哪個Sale 有沒有 那一個是怎麼樣 跟使用者要一個資料 再把結果丟到哪裡呢 丟到Function本身 再丟回這個儲存格 所以特別注意呢 制定函數 其實大概的差異點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Function第一個 一樣是插入一個程序 那不過最大的差別 如果是 這個是兩重的 這個多重 一樣是用Function 輸入乘機函數 乘機函數多重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是 其實我們乾脆直接看這個 這個應該比較可以理解 那這個地方就是 刮虎 本來 插入一個函數之後 它這邊會是空的 這邊也是空的 所以未來你可能會面對幾個問題 一 刮虎裡面 要加什麼東西 那刮虎裡面是跟使用者要什麼 所以它會跳出一個視窗 那我跟使用者要一個 你告訴我平均成績 OK 所以 當然未來如果你要要兩個東西的話 中間加豆點 再加豆點 它就會有一格兩格三格 很多很多的儲存 很多的格子讓使用者選 好 那 這個框框是跟使用者要 它會給你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 處理完之後 再丟回給這個函數本身 那函數本身呢 就會把結果丟回到哪裡呢 丟回到你所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OK 所以基本上呢 那我們把程式 中間的程式 其實基本上就是做一個判斷 其實這個邏輯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們比較快的來看一下 就是把什麼呢 一副 平均成績 因為它會選一個平均成績給你 所以你把這個平均成績丟到這邊來 做判斷 如果大於等於80 Zen做什麼事 那你就把什麼呢 A丟回給誰 剛剛是丟回到H欄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丟回給這個函數本身 所以記得這個地方有沒有 放這邊 OK 那反之也一樣 丟給什麼 這個函數本身 它就會一直丟丟丟 反正就是看哪一個就丟回去 是ABCD的哪一個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做完之後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或者你可以跟前面的那個 成績函數這邊相比較 其實或者你也可以把這一個 Ctrl C 然後呢 拿來改對不對 當然可以啊 其實有的時候 我上面寫完下面也可以照照著做 只是貼上之後 把哪邊做修改 1 Shift加Tab 因為縮排太過去了 因為會多一個Fold的縮排 2的話呢 把原來從一欄裡面抓資料 有沒有 把它改什麼 改成從什麼 從平均成績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 這個函數自己本身 有沒有 所以HH 其實都把它改成什麼 丟回去給自己 這樣子的話呢 欸 方權就改完了 有沒有 那邏輯是一樣的 只是那個 讀取資料來源跟輸出是不同的 結果就做出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有關制定函數的做法 有兩段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 我直接來看這一個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也一樣可以輸出 這個所謂的 結果 OK 這制定函數啦 但工作裡面蠻多的 所以建議可以在工作裡面 找找看有沒有類似的範圍 反正多做幾次 會想你就熟了 好 這個是有關制定函數的部分 那最後 我們來看一下有關 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欸 就是同學大部分都是做完之後 會列印 列印報表 會把列印出去 可是列印出之前呢 通常會加框線 但同學喔 之前就很妙就是 欸 他不會加框線 那剛好今天我沒有講到 所以呢 他的需求是這樣 他希望喔 輸出之前呢 可以加個框線 類似像這樣 啊 不過框線我是加到G欄就好 那他覺得這樣好像不夠 那可不可以加個實線 欸 有實線了 可是我希望加個紅色的 OK 那他覺得說 欸 這個實線好像線條太細了 他希望變成出線條 類似像這樣 不過後來他覺得這個出線條好像 又好像這個不好看 所以他後來又想說 欸 我希望改回來 就是 欸 最後好像要 還少一個按鈕 好像要把它清除啦 清除框線在這裡 清除 那最後的話呢 同學就說 那可不可以加上那個 紅色實線 但是呢 我希望喔 這一條線 是兩線 有沒有 那個線條 樣式有雙線 然後呢 這邊也是雙線 為什麼 因為這邊可以跟上面的那個欄位隔開 這邊也可以跟這邊的欄位名稱隔開 欸 那怎麼做喔 其實我做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按下去 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看到 雙線 雙線 那其實喔 會不會很難寫 其實 不會啦 剛剛的原理原則 大概掌握了 所以 待會我們再來看 第一個 這個實線喔 最簡單 一行程式 其實就 border裡面有個屬性 叫Light Light style 就是線條的樣式 第二個就是Light style 再加上紅色 就這樣 就是 border的color Light style加color 然後呢 再加上 它的線條的粗細 所以 這分別是一行程式啦 這兩行程式 這三行程式 那這個的話喔 基本上呢 其實就是這個 再加上 這邊的吧 上面這一條線 跟這邊的 左邊這一條線 那也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border有四 基本上是四條線 假設四條線 它有上下左右 那我只要某個範圍的 上面的線 跟 左邊的線 把它做雙線 就是 改它的Light style 其實就可以喔 所以 這部分的話 各位也可以想想看喔 試試看好了 看看有沒有辦法做出這樣的效果 那另外就是 自訂函數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OK 就增加那個 自訂函數喔 還有 等一下 可以先試一下 就是有關 框線 裡面 有三 至少三種效果 就是 實線 顏色 粗細 三種 然後 清除啦 剛剛少了一個清除 那最後可以再做一些 比較多的變化 比如說你要輸出 藍中間加雙線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在很多地方可以變化出來 答案當然在雲段上也有啦 不過我是建議可以自己稍微試一下看看喔 那我們也先在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喔 好 謝謝